海巡隊在富貴角外海發現一艘可疑的中國漁船 並登船清查漁獲 卻赫然發現有31公斤的豬肉 這都是喔 為防堵非洲豬瘟 海巡隊當下立即通報反檢單位消毒 並將豬肉帶回銷毀 儘管中國聲稱非洲豬瘟疫情已經獲得控制 但農委會認為現況根本沒有改善 而且4月份違規入境的中國肉品 超過一成驗出非洲豬瘟病毒 減出率10.1% 創下新高 4月份的話是來到一個新的高點 大概有10%左右 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一個狀況 並沒有去改變 不管是有沒有死亡 或者是已經感染以後的豬 它並沒有完成應有的扑殺的一個程序 大部分都還是進入到屠宰場裡面去做成加工品 農委會邀請豬病學專家舉行座談 有學者建議台灣硬直接在疫區國家的邊境 宣傳不要攜帶豬肉肉團 農委會無奈表示像是越南就同意我國 在他們的機場投放廣告宣導 接下來也計畫會跟越南簽訂MOU合作備忘錄 將派專家前往越南建立病毒分離程序 但病豬來源最大宗的中國 至今仍未與台灣合作邊境防疫 他如果願意在他的機場港口做宣導 絕對會比我們在所有的這樣的邊境的主角會更有效率 所以再次希望中國應該跟亞洲所有的這些國家 包括台灣一起來合作 而農委會也宣布 再熬過一個月 豬隻如果都沒有再發生口提議 6月就會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申請擬除疫區 台灣1997年爆發口提議疫情 去年7月已經全面拔針 不再對豬隻和藕蹄動物施打疫苗 如果OIE審查通過 等同宣告台灣長達23年的防疫作戰已告一段落 但面對危機四伏的非洲豬瘟 防堵又是另一場應戰要打 有些新聞綜合報導